英烈不容诋毁 法律不容挑衅 据央视3月8日报道 最高检察院当日在两会工作报告中 点名此前诋毁戍边英雄的网络大V 蜡笔小球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指出 网络大V 蜡笔小球恶意诋毁贬损 卫国戍边英雄官兵 江苏检察机关迅速介入 依法适用今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 首次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 荣誉罪批准逮捕 并在军事检察机关支持配合下 开展公益诉讼调查 2021年2月19日 犯罪嫌疑人求某民在社交平台上 使用其个人注册账号蜡笔小球 先后发布两条信息 贬低 嘲讽 卫国戍边的英雄烈士 相关信息在各大网络平台迅速扩散 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2月20日 犯罪嫌疑人求某民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南京市建业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介入侦查 2月25日 公安机关以涉嫌寻信滋事罪 提警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 犯罪嫌疑人求某民利用信息网络 贬低 嘲讽英雄烈士 侵害英雄烈士的名誉 荣誉 社会影响恶劣 情节严重 根据刑法相关规定 南京市建业区人民检察院 依法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 荣誉罪对犯罪嫌疑人求某民批准逮捕 按照3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 那笔小球将以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 判处最高三年有期徒刑